大家好,我叫女士羊,今年我八岁,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,故事的名字叫《骆驼和羊》。 骆驼长得高,羊长得矮,骆驼说长得高好,羊说不对,长得矮才好呢。 骆驼说,我能做一件事,这名高比矮好,羊说,我也能做一件事,这名矮比高好。 他们俩走到一个园子旁边,园子四面都是围墙,里面种了很多树,茂密的枝叶伸出墙外来,骆驼一抬头,就吃到了树叶。 羊,抬起前腿,扒在墙上,脖子伸得老长,还是吃不着。 骆驼说,你看,这可以证明了吧,高比矮好。 羊,羊摇了摇头,不肯认输,他们俩又走了几步,看见围墙上有一个又窄又矮的门。 羊大模大样地走进门里去吃园子里的草。 骆驼,跪下前蹄,低下头,往门里钻,怎么也钻不进去。 羊说,你看,这可以证明了吧,矮比高好。 骆驼,跪下来摇头,也不肯认输,他们俩找了老牛平底。 老牛说,你们俩只看到自己的长处,看不到自己的短处,这是不对的。 我的故事讲完了,谢谢大家。